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三点水 先看老师写一个三点水 我们先写第一个点 逆风起笔 顿笔 转风 收笔 再写第二个点 逆风起笔 顿笔 转风 践行 收笔 老师要写第三个点了,请仔细看 逆风起笔 顿笔 转风 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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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三点水中的三个点是由哪一些点组成的呢? 请仔细看 你们观察的真仔细 对啦 三点水中的三个点是由右点和提点组成的 什么是右点呢? 行笔向上提的点就叫做提点 现在来仔细看一看这两个点的行笔过程 老师先写一个右点 老师先写一个右点 逆风起笔 顿笔 转风 收笔 再看老师写一个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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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笔 转风 渐行 渐齐 出风收笔 下面请拿起笔 跟老师一起来疏空这两个点的并笔步骤 注意握笔 注意握笔姿势 先写右点 逆风起笔 顿笔 转风 收笔 再写提点 逆风起笔 顿笔 转风 渐行 渐提 出风 收笔 写三点试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呢 要讲的就是这个三个点的关系 朋友们看 第一个点和第二个点 这就是我们讲的右向点 这两个点都是右向点 那么他们两个关系呢 第一个点写完了 第二个点在什么位置 落笔呢 最后写完了 和第一个点又是什么关系呢 请朋友们看 那么第一个点的起笔 对准 第二个点的中心点 也就是说 第二个点要比第一个点要往左写出半个笔画 半个点的长短 这是第二个点的定位法 那么第三个点 它的起笔应该对准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的左边 这一部分的一半 再起这一笔 这样呢 三个点写完了以后 形成一个圆弧 因为三点试它是一个偏旁 是一个附属部分 那么它就紧紧的来围绕着 来围绕着右边主要部分 请仔细看 三点试的三个点不在同一条直线上 第二个点偏左 三个点的坚矩也不相等 上紧下松 所以写三点试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了 上紧下松 终点必让 上紧下松 上下忽腻 跟老师一起来 读一读 上紧下松 终点必让 上下忽腻 下面就请同学们拿起毛笔 跟着老师一起来写一个三点试 先写第一个点 位置在斜线以上一点 逆风起笔 顿笔 转风 收笔 最后我们写起笔 写起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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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笔 顿笔 转风 轻轻的提起来 出风收笔 踢向自新 下面就请同学们记住 书写要领 再淋写两遍 在淋写的过程中 要更加仔细读铁 争取每一遍都有进步 地图 都要是 写起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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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起笔